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名人故事立远大志向 今天我们介绍的名人是 吴建雄 中国的居里夫人 吴建雄 中国的居里夫人 吴建雄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曾获过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 她也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 对科学最有贡献的女性之一 并有着中国居里夫人的美誉 1990年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为表彰吴建雄在物理学方面的巨大贡献 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 命名为吴建雄 吴建雄出身于书香门地 他的父亲吴忠义 早年曾经就读于上海南阳工学 也就是上海文通大学的前身 后来因为不满学校的制度 就退学了 然后在家乡 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 吴建雄就是在这样的读书人家庭中长大的 由于父母提倡男女平等 所以吴建雄从小就能与其他的兄弟一样 读书识字 他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 小小年纪就会背诗词 会算数识字 还喜欢听父亲讲正和下西洋的故事 吴建雄虽然是女孩 但父亲希望他能够像男孩子一样 胸怀大志 做出一番成就 小吴建雄长得眉清目秀 平时不怎么爱说话 但却很讨人喜欢 七岁时 他被父亲送进学校 接受启蒙教育 在吴建雄去学校的第一天 江叔的先生拿着花名册 点新学生的名字 点到吴建雄的时候 听到一个女孩子应答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吴建雄看到老师的表情 好像是在怀疑自己 于是便站起来向老师解释 他说 自己在家排行老二 他们这辈人在家族中排行剑子辈 尾字则从英雄豪杰中顺次取用 因为他上边还有一个哥哥 哥哥叫建英 而他排下来就叫建雄 他说 这两个字虽然多用于男子 然而世界上也有女子称雄的 女子不一定就比男子差 并说自己将来一定不会辜负父辈的期望 一定能像男子一样做出一番大事业 老师听后感到非常惊讶 不仅是惊讶于他小小年纪 就拥有如此流畅的口才 还惊讶于 一个女孩子竟然有如此大的志向 从此 老师便对他格外关注 后来 吴建雄日后显露出来的才华 也确实没有让老师失望 吴建雄的智力超出常人 对于平日里学习的科目 当其他同学还趴在桌子上 努力记忆 掌握的时候 他总是已经很轻松地学会了 因此 他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 11岁的时候 吴建雄到当时很有名气的 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 学校的校长 是一位很有学识和眼光的女士 他不但聘请了许多优秀教师来学校 并经常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 来学校进行演讲 其中 前来学校演讲的胡适先生 对吴建雄影响最大 早在胡适来学校演讲之前 吴建雄就十分仰慕胡适先生 但胡适并不认识吴建雄 有一次考试 只见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学生 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等待下发考卷 胡适并没有多注意他 吴建雄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 等卷子发完之后 他闪了题后便开始作答 他思路清晰 笔墨流畅 相比于考场里还在皱眉苦思的那些男生 眼前的这个女生便很快吸引了胡适的注意 这个考试本来是三个小时 可是吴建雄只用了两个小时便答完了 吴建雄看看周围的人 有的人在苦苦思考 有的人在快笔答题 于是自己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答卷 确认没有问题后便交卷离开了考场 考试结束后 胡适马上审阅了吴建雄的卷子 并把卷子送到了教务室 胡适看到杨洪烈 马军武都在 非常高兴地对他们说 自己发现了一个奇才 于是那两个人接过胡适手中的卷子 问胡适发现了什么奇才 胡适很激动 并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学生 这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的思想史 弄得这么透 真是个奇才啊 他要给吴建雄一百分 而杨洪烈和马军武也同时说 班上有个女生也总是考一百分 后来他们发现 三个人说的都是吴建雄 从此 胡适很看重吴建雄这个学生 并勉励他 今后要努力学习 多读文史书 多读其他科学 使自己胸襟开阔 见解高明 从而做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从此之后 吴建雄更加刻苦学习 后来他考到了中央大学 吴建雄在考中央大学的时候 总是担心自己基础不够扎实 于是心中很不安 他还特地买了参考书 暑假期间在家中自学 经过自学 他弄懂了先前学得不够扎实的东西 之后他以高分考进中央大学数学系 一年后 又转到了自己最感兴趣的物理系 后来吴建雄将大半生 致力于核子力量与构造的研究 并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他用实验证明了李正道和杨振宁的理论推测 获得了除诺贝尔外的几乎所有科学大奖 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居里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